Covid-19造成全球疫情蔓延 有的城市封城 社区进行防护措施 医院更是高风险区域 免疫不全的人若得病以后 他身上带的病毒可能会比健康的 他的家人要多很多 那这也是为什么在医疗院所 还有国家防疫上面非常担心的问题 医院门口全副武装量体温 裁剪的流程更是层层把关 专家担心爆发院内感染后 会出现有极高传染力的超级传播者 匡列四种因素 包括病毒本身的变种 医疗行为的防护准备 环境是否密闭 患者本身的免疫力及病毒量 一旦在医疗院所影响到免疫低下的人 散播的风险就可能增加 有一半的确诊者 他的感染源也是找不到的 因为他感染给他的人 根本没症状或者是非常轻症 所以一半的人 一半的感染是由这种人贡献的 大家好 欢迎收看健康爆你之健康玻璃栽 我是李易 新冠病毒现在影响到全球 很多人都知道这个疾病 其实还没有什么特效药 因此身体的免疫力常常就成为我们讨论的关键 我们今天请到四位特别来宾 来到现场跟您好好讨论这个话题 第一位是花莲慈济医学中心 家庭医学部的叶日医主任 叶主任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成语医学科的陈少祖主任 陈主任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慈济大学医学检验生物技术系的张凯志主任 张主任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以及郑隐杰营养师 隐杰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还先请教叶主任 大家最担心的就是说 这病毒好像很会传播 可是他里面提到一个名词 就是超级传播者 那什么叫做超级传播者 就是新兴的传染病里面 有时候有一些少数的个人 他们一个人就可以传染给非常多的人 以SARS那时候的经验来看 当时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超级传播者 他就是传染了每一个照顾他的医师跟护理师 一个人就传了一百多个人 那这个很严重 那我想请教的是 什么样的人比较容易变成超级传播者 虽然真正的原因我们不是这么清楚 但是如果他在体内可以培养出大量的病毒 但是本身没有很多的这个症状 事实上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的差异 这个是可以办到 这个我想各位观众一定很感兴趣 就是为什么他身上病毒量那么大 他居然没症状也不发病 这是跟免疫力有关吗 这个就是跟他免疫反应有关 我想免疫力一般人习惯用线性的观点去看 所谓线性就是说 你要么很弱 要么很强 可是其实我们正常的人 应该是免疫力要刚刚好 我们以一百年前的这个西班牙大流感来看 当时的死亡者里面 大概有一半是二十岁到五十岁的 这个我们一般观念里面的壮年的人 就是因为他没有看过 他第一次的时候 他就是一个失控的 一个等于是免疫反应的一个风暴 反而造成了自己的肺组织的伤害 才造成他们的死亡 所以我们要强调的是 免疫力要刚刚好 那我想请问陈主任 您是这个精神方面的专家 我想现在很多人很无准 都觉得自己咳一下是不是得了 那这样子是好吗 这样子对自己的身体免疫力 是有什么影响 面对这样子一种新的状况 那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地方 是需要调试的 那刚来的时候 我们当然是比较紧张 比较想东想西的 但是假如我们在几个礼拜 甚至两三个月之后 还没有办法恢复那样一个轻松 自在的心理状态的话 我们的免疫力可能就会因为我们这个心理的状态 然后受到影响 变得比较脆弱 然后比较容易感染 那有些人他也会有一些全身性的一点发炎反应 开始觉得头痛背痛到处不舒服 那其实这个都是情绪带动身体 影响了身体 然后影响了我们的一些这种免疫的反应 心理跟生理为什么会有这种联动关系 那在我们大脑里面有一个地方叫做夏氏秋 那这个地方会综合了外在的讯息 然后去影响我们身体内部的反应 会影响神经系统 让我们的交感神经系统 副交感神经系统的运作 那这个亢奋起来 能够抵抗外来的压力 那另外呢 就是影响到我们的内分泌的系统 透过脑下腺垂体 然后影响到肾上腺 然后释放出这个肾上腺素 还有这个cortisol 这样子的一个内分泌 它们会去影响到 这个免疫细胞的一些聚集 还有这个分布 事实上心情是会影响到生理 所以真的在这个时候 大家还是心情要放开来 想请教张主任 您是检验医学方面的专家 那这个我们知道病毒上 会有这个抗原抗体反应 您可不可以跟我们观众先讲一下 什么是抗原抗体反应 我这边准备了一张简单的图卡 事实上人的免疫系统 大概分成三大类 第一类是所谓的先天性免疫 那这先天性免疫呢 是由巨氏细胞来负责 那就是一般正常人 第一线的免疫系统 当外来的病毒进到人体里面 从呼吸道进来之后 呼吸道黏膜上面就很多 这样的一个细胞 说不定就可以把病毒直接把它 因为是外来物 他就把它吞噬掉了 这时候如果说是少量的病毒 对我们人体可能就被清除掉 就不会有后续的致病 那第二个呢 如果说时间久了 第一线的防护 没办法阻挡它之后 我们会有第二线的 所谓的这一个后天性免疫 这时候是需要一点时间来反应的 当病毒被吞噬之后 释出一些抗原 抗原给这些杀手T细胞 或者是B细胞认识了之后 会进一步刺激免疫系统 产生比较专一性的细胞性免疫 跟抗体的反应 这时候呢 它的攻击是比较有专一性的 这时候第二线防护出来的 时间要比较稍微慢一点 但是它是更有效率的 成功的免疫反应 就会把病毒把它消灭掉 把被病毒感染的细胞也清涂掉 但是如果说 今天这个病毒量是非常多 免疫控制不了 可能就会造成它的严重的症状 甚至刚刚叶医师有讲的 这个过敏性的类似这种反应之后 抗体产生太多 细胞激素也是造成一个风暴之后呢 就会反过来去攻击我们的这个体细胞 反而造成不利的影响 所以会造成自己自身的一些伤害 所以老师的意思 我想各位观众应该听得很清楚 就是其实产生一个专一性的抗体 去对付这个病毒 对不对 很重要 这好像就是我们说巡异飞弹一样 对 瞄准特定的目标去杀死它 所以在有病毒来的时候 对于这个身体就比较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这就是免疫力 是 那可是这种抗原抗体反应 为什么在一些比较老人家慢性病的 它好像就比较差呢 还是怎么样 一般来讲婴幼儿或者是说年纪比较大 或者是一些免疫疫症疾病 像糖尿病这样的患者 对 它本身因为营养的关系 或者是因为比较老化的关系 它在免疫细胞的数量上面 可能就没有那么充足 或者它的分化 没有说很适当的时候呢 就会造成免疫力 是比较低下的环境 那所以说这个时候 这些人就比较容易被感染 所以老师这样讲 大家更清楚了 其实尤其是刚刚一开始讲 那个黏膜里面 有巨氏细胞 就是可以去 少量病毒 它就可以直接吞噬 吞噬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提醒说 一定要戴口罩 万一周围有病毒的时候 进去的量就很少 对不对 那我们自己身体可以吞噬它 甚至产生一个抗原抗体反应 也许问题就小很多了 我们知道营养跟免疫力之间 有很强的关系 大家觉得说 营养越好 免疫力一定越强 你的观点是什么 其实我们除了吃东西 还会就是摄取到一些营养素 那营养素的话 它其实不单单只是维持我们生命需求 它其实还会就是调节我们体内很多的生理生化反应 那就是说只要我们的饮食呢 只要是够均衡的 那其实我们就可以摄取到越完整的营养素 它是算是一个正相关 在2019年的时候呢 卫福部国健署 它有推广就是我的餐盘 那就是将六大类的食物去利用口诀 还有可以看到就是说有颜色 还有比例的面积不同去做一个区隔 教导大家说怎么样才是均衡又营养的一餐 说老实话我们也不要在这个病毒来的时候才去思考这些问题 平常的时候如果做到免疫力一定能够维持得非常非常的好 好 接下来我们就看下一段影片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益生菌等保健食品却卖得正夯 人类身体有上百兆个细菌 百分之九十五集中在肠道 它们组成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 可以帮助消化跟人体的健康好坏密切相关 慈禁大学生命科学细索实验室里 观察海葵肠道中的细菌 发现只要改变饮食 细菌的分布就会改变 而且速度相当快 过于做过一个研究 就是我们把细菌放在水里面 不给它任何的养分 我们发现它们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为了要存活 它们会开始改变自己身上的基因 然后就会出现一些特性上的改变 比如它的长相会开始改变 它的生长速度会开始改变 它利用物质的能力会开始改变 几天或几个星期之内 它就开始出现一些新的特性 在医院的加护病房里 也有医生在病人使用抗生素治疗 逐渐恢复健康后 补充益生菌帮助病人康复 通常在加护病房 因为我们都是碰到最严重的病人 所以我们一开始都会用最重的抗生素 我们会看时期 比如说它慢慢到会呼吸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让它加一些医生菌进去 人体内的细菌战场与免疫力的关系 随着科技发展方形胃癌 看了这段影片 我要先请教叶医师 就是关于免疫力 大家常常讲一句话说 这个叫做免疫力失调 那什么叫做免疫力失调 最好的例子是一些像我们这个世代 绝大部分的人在小的时候 都被这个抗生病毒感染过 或者是出过水痘 当这个病情结束的时候 在很多情况下 病毒并没有从我们身体完全消失 而是躲在我们身体的神经结里面 那平常是因为免疫系统把它压着 可是当失调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很累 或者觉得压力很大的时候 嘴角就长出抛疹 对 我长过好几次 或者是那个带状抛疹就跑出来 一般说那个护爪跑出来 那个就是一个症状说 这个是它免疫系统失调 那我们在检验上面 这个最典型的会呈现 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我们在一般做健康检查的时候 最基本的项目 其中有一个叫做血液的一般检查 包括红血球 白血球跟血小板 那事实上跟人体免疫比较相关的 事实上这些都有 像红血球的树木 跟红血球血红蛋白的量 就是一个人营养的这个基本的指标 它是不是贫血 它血液中的需养量是不是足够 会不会整天昏沉沉的 红血球可以知道 那如果说是免疫细胞 就是白血球 刚讲的那三大类免疫细胞 包括吞噬细胞 淋巴细胞 淋巴细胞分两种 杀手T细胞跟B细胞等等的 就是所谓的白血球 白血球最主要的这一个量 正常一般人 每microliter 大概是四千到一万个细胞 如果你是在这个正常范围之内 你的数量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会依据 这些白血球细胞的种类不同 会有一些不同的免疫反应 其中一般正常人最多出现的是 所谓的四中性多核球 那就是我刚刚说的吞噬细胞 就是所谓的先天性免疫 这个东西如果说是在体内维持 大概百分之五十到七十的含量 在所有的白血球细胞里面 维持这样足够的量的时候 你的第一道免疫能力是正常的 就可以已经阻断很多的外来的这些抗原 包括细菌跟病毒的入侵 但是如果说是一些正常有感染到疾病的这些病人 他的这个四中性的白血球量可能会上升到非常高 尤其是在续菌感染的时候 他的量可能超过一万以上 这时候你就要注意了 那如果说是免疫低的低下的病人 像老人家或者是说免疫一直得到一些糖尿病 或者是免疫在做癌症的一些治疗化疗的这个病人 他可能白血球的量会掉到四千以下 同时呢四中性白血球的量就会 百分比就会下降非常多 那另外就是我刚刚说的杀手细胞 T细胞跟这个会制造抗体的B细胞 这就是所谓淋巴球分化出来的这些细胞 当一个病毒感染比较多的时候 因为病毒是要在我们的细胞里面做潜伏 这时候细胞分化上面来讲是杀手T细胞会比较多 但是B细胞跟T细胞的分类 要用更精密的检查方式来去看出他们的比例 我们听张主任这样讲其实很清楚 所以这些血球可能过高也不好 过低也不好 它都代表了不同的意义 这个我想各位观众 刚刚听张主任这样讲 非常的专业 那我们要请教张主任一个问题 可能您会很关心的就是 对于这个肠道 很多人说吃益生菌 肠道健康免疫力就好 那这个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是现在目前一个很热门的话题 很多电视广告都说 这个要吃益生菌 能够提高你的免疫力 那事实上在我们人的肠道里面 就很多的细菌 那这些细菌有包括好菌跟坏菌 这一些细菌最重要的角色就是扮演着 如何把我们吃进来有用的食物 分解成我们需要的物质 如果你身上少了某些特殊的菌种 你适当的补充一些益生菌 可能是对免疫力是有帮助的 那一般来讲益生菌它是一种食品 不能够强调任何的疗效 就是你吃下去觉得说对自己感觉身体 有些改善正面的发展 你就可以继续吃 所谓正面发展是说 这个排便顺畅算不算正面发展 如果说是便秘的人排便顺畅 然后平常很容易腹泻的人 比较少腹泻就是正常发展 那如果说胖子吃了便瘦 那比较瘦的人因为吃了一些好的益生菌 让他养分吸收比较好 造成他这个体重有点恢复 那事实上就是好的益生菌 现在很多人素食 那素食跟肠道菌之间 跟荤食跟肠道菌之间 这个有没有什么关联性 肠道的细菌会因为你吃进来的食物不同 它产生一些菌种的转换 那已经有那个研究报告指出 食物如果你改变两天 荤素把它颠倒之后 肠道里面50%以上的菌相是会改变的 所以它速度是非常快 那而且很多文献指出 吃素的人他里面 肠道所分解出来这些 所谓的小分子物质 比较不会造成肠道的发炎 但是如果吃肉类比较多的 它所代谢出来这一些二级代谢物 对于肠道的上皮细胞 或者是一些免疫系统 可能会有一些 比较多的一些刺激 那这个刺激很多人看到是比较负面的 所以如果你食物稍微吃的比较 素食清淡一点蔬菜多一点的话呢 对你的肠道的菌相是改变很快 而且对人体一般来讲 统计上来讲是利多于弊 是我们说其实肠道的健康 跟身体的健康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 那跟营养的吸收跟排泄都是很关键的 那讲到这个营养我还是要请教营养师 现在很多人吃素 那可是这个素食蛋白质要怎么 用什么东西来取代这个鱼跟肉呢 像如果是淡奶素的部分啊 那就是可以吃鸡蛋 它有一些乳制品 还有像是豆干豆腐 都是一个优质的蛋白质的选择 那如果有的人蛋跟奶 他都不吃怎么办 那他就是会以就是可能豆干豆腐 去作为主要的那个蛋白质来源 那像我们一个掌心这样子 差不多就是差不多两到三两的肉类 或是鱼类 那如果我们要以一份去做一个替换来说的话 就是可能板豆腐两个 就会取代一两的肉类 那很好啊 几乎都可以取代了嘛 对 然后像嫩豆腐的部分 它是一盒一盒的 那半盒可能就可以取代一两的肉类 这样子或是喝一些豆浆 差不多两百六十cc 也可以取代一两的肉类 所以其实是可以取代的 各位真的不要担心素食蛋白质会不够 陈主任现在新冠病毒肺炎 侵袭这个全人类 很多的国家封了国家 那我们也不能够出国旅游了 很多的餐厅也关门 那么大家人群最好要聚在一起 那家族碰在一起最好也保持一个距离 那这样子人际关系就感觉会开始疏离 现在确实是不适合到外国去流行 尤其是特别是三级的警示区 这是不恰当的 我们可以把这个去旅游的时间拿来整理 我们过去旅游时候的资料 包括照片 甚至我们可以写写邮寄 帮助我们回味一下 也许我们人没有去 但是我们重新回味一下那个经验那个地方 再来就是我会建议就是你真的很想旅游的 那我们就想一想是不是半年 一年以后我们来规划一场这个撞游 这个对我们都能够有帮助 另外确实这种独处的时间增加了 这个空闲的时间要先计划 您可以先规划一下说 这两个小时我要用来打扫 大家以前都会讲什么断舍离 这种口号讲很多 但是其实我们常常没有做到 刚好利用这段疫情的时间 其实我们是可以静下来 把我们生命里面那些再也用不到的 多出来的东西 好好的做一些整理 其实现在的科技是很发达的 有很多的通讯软体 及时的有讯息传递 克服距离不能接触的问题 当我们有这种静下来的时间 独处的时间的时候 我们其实应该练习 写一封有温度的信 给那些关心我们 爱我们的亲戚朋友 让他能够在这个疫情里面 觉得他也不孤单 那假如您觉得说 有兴趣的话 愿意的话 其实可以把一个过去几年 你曾经想过的某种兴趣嗜好 就再搬出来好好地把它发展起来 比如说我就跟我太太 现在就是我们就把我们家的花 种好一点 把它调整好 该换盆的换盆 类似这样的事情 就可以帮助我们更有意义 生活更丰富 赶快笔记起来 陈主任刚刚讲的这些 真的非常重要 有的时候一个流行病来 其实是我们反思 我们也许有一些生活的习惯要改 事实上今天我们讨论了那么多 有关于免疫力的问题 各位观众 您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要维持自己免疫力的健康 其实一点都不困难 就是你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 维持心情的健康 事实上这个并不以现在的医学 跟工位来讲 我们台湾控制得非常非常好 您真的不用太担心 谢谢四位特别来宾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也谢谢各位观众您的收看 希望对您的帮助 谢谢